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发生的时候 因为她公公卷入这个案子 陈信瑜曾经在街上大怒说 我恨死她了 她为什么不去自上 我是不好啦 我从四点我想到赵玉柱 我就恨死她了啦 自己做事自己不敢承担 那种人去自杀算了 我觉得就是她爸做的事情 她自己做的是自己敢承担 每一种承担的话 那就不要当人 会不会担心 会不会担心人家说事情不怕公公 我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 她如果只有我说错的话出来跟我对职 那赵建民这个案子 当时是因为三场餐会 大家在餐会的现场 瞧出来的一个结果 而其中呢 有两场是在三井 所以三井在那时候声名大噪 没有错 那这个案子呢 其实叫做台开 就是台开公司上市的台开 台开内线交易案 那内线交易案里面我想大家已经看到了 赵建民现在三年八个月 另外他的爸爸是判了四年 就是赵玉柱 另外台开的原来的董事长舒德健 他也是判三年八个月 另外还有一个游士一判了四年四个月 终于沉埃落定 那赵建民在一审的时候是判六年 二审判七年 那到庚室审的时候判三年 那之后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会越判越低呢 为什么越判越低 因为他们的不法所得的认定 中间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落差 那赵玉柱跟游士一呢 法院认为他们的不法所得是四百七十五万 等一下 多少钱 四百七十五万 哪有可能给他探四百个月 是啊 四百个月 那赵建民呢 因为他的不法所得呢 因为有四百一十七万到一亿亿之间 那有时候你如果认定一亿亿 超过一亿的话加重其刑 所以判六年 判七年 如果第一亿亿的话判三年 另外他也做一整 所以就给他轻判三年 好 等一下 憲哥你刚刚谈到 为什么越判越轻有两个关键 第二关键是不法所得的认定 如果他今天不法所得超过一亿 他就要被重判 所以如果他不法所得 如同这一次最高法院的判决 只有四百多万 那就会轻判 对 那问题是你是财经专家 你做高票这么厉害 做高票 买高票 插高票 到底贪多少 这个白纸黑字进出买卖 不是一查就知道了吗 怎么会有四百万到一亿多的 不同认定呢 对啊 所以这个案子 现在十五年已经存在落定 调查局可以再去查 因为很简单嘛 你买进有交易单嘛 你卖出有交易单 而且这些电脑档 这些电脑档目前都还存在交易所 都可以调得到 所以赚多少 一百一千人都不够 那我可能说这个我敢说 你说我探417万跟探418万有可能 中间四手五入 那我可能四百多万跟一一一一一的 好 我们来看这个案子 好 我们来看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呢 第一次三警驗是在2005年的7月14号 第二次三警驗在2005年7月21号 这两场餐会都是为了乔 买台开的这个内线交易 那分别一次买在三块四毛九 一次买在三块五毛一 我说实在的 这一查就知道了 他多少钱买多少钱买 台开这一档各有曾经 最高涨到十九块 也就是说他的成本 如果在三块半附近 涨到十九块他可以赚多少 那当然他不见得卖在最高点 那他到底卖在什么家位 这个查就知道了 怎么会有每个法官看法 不同这种事呢 是 第二个理由说他经常做议诊 所以就可以轻判 他犯了事之后 他为了要洗白 就去做议诊 那如果是这样做议诊 就轻判大家做事情 都去做社会公益就可以了 对 没有 台湾的法度就是这样 法官他自由新政 这个事情因为有证据 法官要小心 这如果有人去检举查下去的话 真的会出事情 那这个事情是 2005年6月到7月 是 台开那时候是全额交割 我跟你说 你要3.5元你还要先交钱 那台开他就搞了一个 165亿的连带案 那这个连带案可以为台开 带来了15亿的获利 那台开的净值 就可以升到18亿 就可以把全额交割 变成正常交割了 那是大力多 那这个好消息 对不对 那时候的董事长 舒德健 就安排了两次的一个三井宴 那两次三井宴 他找一个蔡清文 他就是拉赵建平来吃饭 吃饭以后赵建平说 好 这个温碳 对吧 是大力多 但是我不能用我的名字 我用我妈妈赵睡眠的名字 一次就买五千丁 买五千丁 买五千丁 以后他就慢慢买 他说的 他说我五额 他就买三额盆和三颗粿 他说五额粿 开始买到十颗粿 陆续卖 陆续卖的 他爸爸会买 那他爸爸法院本来认定 他赚多少 3517万 3517万 后来现在变成457万 我就觉得奇怪 这个赚多少钱 那钱都消去 所以怎么会有生意 不知道 可能会有回收 或是去买房找不到 不然有可能 所以这个很奇怪 另外除了山景宴以外 还有安排一个 在板桥的海吊族 那在吃饭以后 吃饭的一个过程里面 最主要 舒德建 为什么要拉赵建平过来 因为赵建平那时候 是驸马爷 那找这个蔡清文介绍 最主要他想要寻 赵丰银行的模式 赵丰银行 赵森池不是本来官股指派吗 官民合股 对 官民指派 但是你改算的时候 只有官股不够 他就自己拉一些民股进来 他想要利用这样的模式 来确保他2008年的 董事长的宝座 所以他想要跟官邸 要建立关系 那第一个最好的关系 当然是透过赵建平嘛 好 问题是 他爸爸一个退休的校长 赵建平一个一个 15万的医生 他怎么有那么多钱 可以买到5000张股票 我们来看他爸爸的 赵建平的钱 我们来说 他爸爸的钱 这个躁愈注意的小学校长 退休以后 在家里就开了一个办公室泡茶 那泡茶呢 干嘛瞧教育界的人士 还有土地买卖的仲介 那在这个2004年的8月 那时候的教育部长叫杜正胜 杜正胜的名言就是庆祝南书 这四个句是一个吉祥话 结果那时候四大校长 叫做黄光彩 那黄光彩呢 就本来要送审的时候 一直省不过去 结果杜正胜说 这个人很好 很好 一直要用 结果用了一腰 细好 监察院纠正 立法院不同意 然后八个月以后 只有做八个月 就不光彩的下台了 原来这个人士 就躁愈自签了 躁愈自安排了 躁愈自去安插的 另外他也曾经在2005年 他要去桥一个土地银行 在台北六五皇宫 对面有一个千坪土地 他要标案 他也去帮仲介桥 你知道吗 他的桥这样赚钱 所以你知道他买股票的钱 是来自于一个建设公司的 顾问费200万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边有一个200万的 表面上说是顾问费 其实就是乔市费 这赵建敏很有钱 他一个月的薪水 因为他之前是在台大医院 那算得出来 据说连加级 你绝绝口口咬起来 一个月差不多15万 一个月入15万的医生 如何可以拿出上千万 甚至上亿来买股票呢 是啊 他那时候是一个 住院医生 刚开始菜鸟医生 只有15万 但是你知道 这是连津贴加起來 你知道他有一张 你都没有 叫做台心无限卡 这个卡每个月可以刷 50万以上 他刷了20个月 光是这个无限卡 就刷了超過一千萬 二十個月花一千萬 將近一千萬 你知道他非常有品味 他是一個非常有品味的醫生 他非常喜歡那個歐洲的名牌 比如說那個萬寶龍 他一進去一刷 一個一刷就五十七 七十三萬就刷了 還有買錶 買錶啦 然後伯爵錶 伯爵錶刷四次刷了一百萬 你知道他光是後來查出來 萬寶龍一更刷了兩百六十八萬 那伯爵錶呢 一共刷了四百五十一萬 還有這卡蒂亞 還有比如說這個斐力 斐力珠寶一刷就十四點八萬 另外他很愛吃美食 愛吃牛排 愛吃牛排 小桶一牛排那時候一課 一零八零 算不便宜 那時候是2004年 不是我們現在2004年 對他來講 對趙建民來講 對 還有三景 還有另外喜歡中校東路後面 像整個復原 現在已經關掉了 那個一次是兩萬到三萬 龍包吃 結果你知道他怎麼刷 他從開始五萬開始刷 刷到十萬 刷到一個月最多刷到百萬 但是從來沒有變成卡農 因為都有人在戶檢 所以檢察官就查查查 發現他可能跟藥商收費 結果藥商有十一個藥商 當他的人頭 有2400萬 那個錢丟到他的戶頭 但是這個案子後來 不曉得怎麼喬 怎麼查 查到後來不起訴 好 所以趙建民 現在確定要去坐牢了 這種奢華生活 恐怕是沒有辦法再過了 另外他的婚姻 會不會出現危機呢 特別是陳信瑜 批起有夠壞 這就真是鬥真啊 他們現在就是要鬥指我們全家啊 在我死之前 我要把那些人全部講出來啊 我不能到死的不明不白啊 要死也沒關係啊 你說是哪些人 民進黨那些有拿到 我爸幫他選舉補助的錢啊 他們有造實申報嗎 他們拿到口袋以後 他們拿出來選舉 他們剩下的錢 他們有造實申報啊 那我爸給他們捐助的錢 他們在選舉裡面的申報財產裡面 他有寫說是陳水扁給他的嗎 還是他們那筆 也是一逆起來 也是不值三報 好 陳信瑜 誰沒拿過我爸錢 這是政壇名言 名言 名言 金句 據說陳信瑜 還常出過家暴過啊 我跟你講 趙建民這是個壞胚子你知道嗎 趙建民他女朋友姓鐘 一個美女你知道 你說他以前的女朋友 很漂亮 很漂亮 身材又好 又漂亮 又有氣質 又只愛他一個 然後他喔 他跟他女朋友要分手之前 一直故意先拋出 認識了陳信瑜之後 不能馬上斷 你看 如果我們兩個不在一起的話 那你一定要支持我 那我娶的那個女人 一定對我前途有幫助的 先撲梗這樣壞你知道嗎 果然對那前途有幫助啊 到了2019 她女朋友出來終於爆料 因為實在忍受不住了等等 我再拿回來 壞到什麼程 所以她是現代陳世美啊 台灣陳世美 演出台灣霹雳火你知道嗎 脫胎火爆 耳光打過來打過去 這可精采的 八點檔還精采 那趙建民喔 趙建民在2006年蔡玉珍有爆料 趙建民很愛喝酒 很愛喝花酒 有一次喝了醉醺醺回來 他根本不愛陳信瑜 因為實在他爸爸叫陳水扁 不要 他往上爬 他就當父馬爺嘛 他當父馬爺 然後呢 那喝醉酒就回來 你知道陳信瑜 不只拿喝酒 又叫他一定要找回家 然後回來以後醉醺醺的 然後呢就 就責難他嘛 凶他嘛 凶趙建民啊 然後幹掉他嘛 趙建民怎麼樣你知道嗎 反應之後啪就給他一巴掌你知道嗎 他喝酒壯膽啊 對 我就打他那膽子啊 打完以後 你以為打完就沒事啦 陳信瑜怎麼勞擾了他 就抓他 然後就發癲了你知道 那幹嘛 打電話給誰訴苦 黃芳燕他乾爹 黃芳燕聽到了 打種種女兒 打我乾女兒 就衝到他家 啪啪啪啪就打他巴掌 打趙建民 好精采啊 精不精采 然後 他打趙建民巴掌 對啊 打巴掌 我認識台灣屁股 他們傻的 當時還不大認識的黃芳燕 他去跟吳淑貞告狀 他是誰啊 你說誰跟吳淑貞告狀 那個趙建民 趙建民去跟吳淑貞告狀 被打好幾個巴掌 你幹啦 駱馬爺被打巴掌你知道嗎 然後怎麼樣 跟吳淑貞告狀 然後說他是誰啊 他說他是誰 他是你老婆的乾爹 黃芳燕 他你又怎樣 你知道 這個就 他非常非常非常壞 然後愛喝花酒 然後待在花天酒地 有一天怎麼樣 有一天他怎麼樣 他交個女朋友你知道嗎 趙建民 在歡場 歡場女子 就交女朋友 跟人家談戀愛 跟人家然後搞青臉生 吳淑貞知道了 把他叫到官邸來 跪下 叫那個趙建民跪下 啪他 別打巴掌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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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打我的巴掌 你是不是台灣屁股 吳淑貞站起來打他 我也來唯一 威風 杖 散 狀 謝謝 幟ortion 都是 Building 東西 有一天 一天 吳